弥晏 大家好 我叫Larry 今天我很高興跟大家分享一種 天然低碳樂器 叫做葉笛 現在我會為大家介紹一塊葉的結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葉 有幾個部份 有葉尖 有葉柄 還有有弯曲的地方叫葉園 而我們吹的時候 我們吹葉的底部 有面和底部 吹葉的底部 而我們吹的面積大概是 現在紅色的部分 那個高度大概是0.7厘米 而那個闊度大約是4厘米 而我們吹的面積就是這麼多 所有的道 都在這裡 是不是很神奇呢 我現在為大家再介紹一下 我們怎樣去拿這塊葉呢 有三個方法 第一個 就叫做雙手刺葉法 就像我現在這樣 四個手指 是拿那塊葉的 葉主葉麥的上半部分 而那個手指弓呢 是跟葉圓呢 是成水平的 好像一個中國八字的手勢 而中間大概留一隻手指 食指的空間 是來出氣流的 好了 那就是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 就是單手刺法 那就是用一隻手 同一道理 這隻手是不動的 另外 手指尾 和毛病指 就是夾著葉的下半部分 而中間的中指呢 可以 稍為靠近那個毛病指 就是這樣 這樣 那麼我們吹的呢 其實也是一樣 只有那個面積而已 大概 只有那個四厘米闊的面積 最後一個方法 就是那個叫做 脫手指葉 就是把一塊葉呢 用我們的上順下順坎實 就是這麼簡單 我這樣介紹完那個葉的吹咒部分 那我會介紹一下怎樣吹咒 首先我們要看看 你用的氣流是怎樣去噴氣 先 我們呢就會 嘴唇 是稍微 向入收 輕輕力 向入收上唇 下唇 和嘴角是不流氣的 就是我們噴氣的時候呢 如果你用手掌 心 是放在你面的正前方的時候呢 是感覺到那個掌心呢 是一些氣流 是一些涼風的 那就叫正確 是一些氣流噴出來 而你的嘴唇呢 就抹大角度呢 就大約 是要接近九十度 接近九十度 就像現在含著肺葉 就是 輕力的 是慢慢的 噴氣 是有力的 然後 衝出來 是擦過那個葉 那個邊緣部分 就會有聲音的了 是否很簡單呢 那麼我們 講一講氣呢 你會發覺 為什麼吹幾吹會頭暈的呢 其實這個很正常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會用了後腔 用肺部 氣為主的時候呢 就會 發覺會不夠的 所以我們吸氣呢 要 深呼吸 肩膀要不動 氣最單甜 就是你的肚腩呢 就有點脹了的感覺 然後呢 就吸吹出來 這樣才夠氣 還有夠力的 再試一次 就是這樣 是要緩緩 是平均 有力的 把氣流 送到葉的邊緣部分 如果你發現葉 吹久了之後 你會微微向外彎的時候 那怎麼做呢 這樣 那如果這塊是 隔學葉的話 可以反著它用 如果真葉的話 就要換另一塊葉的了 我再試一次了 首先 是雙手 持葉 中間留下一個 手指的距離 然後用嘴唇 微微的 含著它 就是這樣了 其實我們平時 就算不用手 都會脆到的 因為我們用的 氣流 只會很輕力 就可以了 如果我的手拿著 只不過是怕 發葉掉落地下的時候 就會弄髒 所以我們只需要 輕力綁著它 就是這麼簡單了 就是這麼簡單了